参与系教授彭建智老师林延锐带领大三学生陈静宇林坤德 前国中国上海参加2024第三届 寻中国成城创新中餐厨艺挑战赛 是涌得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 关于这一次的比赛比较有趣的是 他以寻这个字来做一个引导 结合传统与创新 原则上我们国的做法是比较偏向于 由学生下去创新做 然后我们之后来做一个修正与指导 让他们有一个创新的思维 所以技术上来讲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原则上都没有问题 我们学生能力都蛮强的 参与系大三学生陈静宇是荣获精致创意料理套餐展示的金牌 套餐包括了三道的冷菜和两道热菜 锅烧山药松露牛肉和清蒸无语番茄 和坦罗芦笋汤 总共做了一道前菜两道主餐跟一个汤品的呈现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冷展的项目 在刚开始练习的过程也是耗费了很多的心思和 构思去想这个菜要怎么呈现 在比赛的前一天也是熬了一个通宵 然后二十个小时没有睡觉吧 这是到成品在比赛的规定时间内做一个完美的呈现 另外第一次出国比赛就获得银牌的林昆德表示 他是参加中式融合菜热菜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现场烹调的比赛 比赛时间一个半小时 比赛项目辣椒螃蟹 中式传统部分是将主食材螃蟹改为帝王蟹 另外在创新的部分设计的帝王蟹慕斯卷 蟹肉丸蒸蛋进行稀释的摆盘 前前后后大概练习了两个月左右 那开不开心这次得到这种国际性的银牌奖 是非常的开心 那也很谢谢老师用心的知道 虽然在一开始还在练习的时候 每天练直到比赛前两三天还是觉得做得不太好 但是到了比赛当天却很用心的把它发挥了出来 同学也感谢老师细心的知道 让他们出国比赛获得了好成绩 待人新闻流行下采访报道